男人将白色粉末倒进瓶子里 用力摇晃了几下 随后直接递给了自己即将结婚的女朋友 而这一切都被远处的调查员一五一时地拍了下来 原来这个渣男曾交往了五个女朋友 每个都是孤儿出身 他会为女友购买高额保险 随后将受益人一篮停上自己的名字 保险生效后 男人就会利用各种机会制造意外 杀死女友 继而获得高额保费 这番举动引起了保险公司的怀疑 由于很多被害人都是孕女 这让调查员小张很是气愤 他一边在加油站假装加油 一边暗中观察渣男的局部 可就在此时 渣男接到一通电话 他瞬间明白有人在跟踪自己 两人驾车行驶在盘山公路上 此时渣男的第六任女友已经沉沉地睡了过去 为了拍到更多证据 小张一直紧紧跟在目标的后面 怎料对方突然加速不见了松 小张一脚油门赶忙跟了上去 不想在一处转弯盲区 渣男故意猛打方向盘 将女友的位置对准后方车列 小张多少不急 直接撞了上去 一瞬间 车子腾空翻转了720度 当同事到达现场的时候 副驾驶的女友已经死亡 调查员小张也是奄奄一息 手术室外 小张怀孕的妻子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 虽然男人已经苏醒 可他的处境依旧十分危险 果然三天之后 小张还是不治身亡 妻子在葬礼上哭地撕心恋恋 而事件的始作俑者却早已出院 还交上了第七个女朋友 此时的他已经拿到了前女友的死亡赔偿金 正准备去海外度假 刚太很直生气 一脚便将男人登岛 随后一拳拳砸在对方脸上 为了贫揭 渣男已经害死了六条人命 如今却依旧想着怎么继续 很快警察便赶了过来 将几人关进了看守所 由于没有证据 渣男的一切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刚刚送别妻儿 如今又失去了战友 刚太的心态简直要崩溃了 而下一秒 电视里又传来了一条重磅新闻 为驾驶员办理保险的业务员也已经自杀 由于飞机坠落是小概率事件 驾驶员家属还是获得了34亿的赔偿 看到那个业务员的身份 刚太再也不淡定了 为渣男办理业务 并通风报信的是他 在飞机出世前 给妻子购买意外保险的人也是他 为驾驶员办理34亿高额保险的还是他 只要女人经手的业务 全都在不久后发生了意外并成功理赔 而如今女人突然自杀 这证明一定是有黑手在幕后操盘 刚太找到保险公司的社长 而社长却不想调查这些损失 这一瞬间 男人的心彻底死了 他果断辞掉了部门主管的职务 自己成立了疯狗调查团 无论如何 他都要找到七二的死亡真相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